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全国的投资们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那当然四天连续假期过了之后 我相信投资人 现在都回到股票操作的一个 岗位上面 那到底第四季从十月份开始 到底有没有行情 我认为是有 只是说你要看得懂 当然有些人去操作股票 他喜欢买那种低档区的 那非常好 买底部起涨的 但是这个形态跟量价结构 你必须要看得懂 这种买底部的投资人 他就属于比较稳健操作的 比较保守的 认为说这个时候 我不应该去冒险 因为加选指数很高 所以说我现在要去找底部的 严老师非常认同 非常非常认同 这个就是一个赚钱的方法 另外当然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投资人 他认为说这个底部的股票 可能拖的时间会比较长 他说老师有没有那种强横强的 可以大涨小回的 可以走那种上升轨道的 未来可能会涨三成涨五成的 我说也有 也有 不管是底部起涨的 不管是走所谓的上升轨道 强很强的股票 我相信在11月份出现 你只要掌握到机会 就能够赚大钱 当然现在有人会说老师 这个大牌好像都没有亮 为什么 其实这个四天廉价当中 我的会员就发LINE给严老师 对不对 打LINE聊一下 这个想问又不敢问 他要问什么 老师 这个川普生病了 对这个台股有没有影响 真的问了人太多了 我也用手这样打字也打太慢 我就用语音 大概回答了一下 这个是 有时候老师就讲了几句比较俏皮的话 川普也不是你老爸 对不对 你这么关心他要这种账 对不对 他也不是我弟弟 川普对于这个大盘的影响 你今天看到了吗 来 这边 大盘还是涨 他没有跌 那你在担心什么 严老师给你的答案 是不是跟今天 盘面上面完全一样 严老师有没有吹牛 没有吹牛 但是请注意 我们今天开出来的盘是叫两点高 老师 那个两点高盘开出来不是要大涨吗 为什么没有涨 那成交量不够 懂不懂 成交量 这个开盘八盘 你还是要看到成交量 当然今天只有小涨32点 那小涨32点的盘式里面 你认为哪些股票会上 底部的 包含什么强很强的 所以说你十月份的行情 目前为止会在这个地方走区间 因为这个跳空缺口 往下的跳空缺口已经封闭了 封闭结束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稍微会怎么样 稍微整理一下 未来不管是往上也好 往下也好 我认为这个机会都非常好 为什么往上跟往下机会都非常好 如果是往下 你跟上严老师的脚步 现在现金满满的 我们是不是逢低准备要布局 没有错吧 那老师如果往上 我相信我们目前为止资金在 这个台股里面的比例 还是有一定的比例在 还是有一定的比例在 这个资金的一个控管 我相信严老师非常注重 非常非常注重 我就是以所谓的资金控管 来帮助我的投资人 能够避开风险 能够怎么样大赚钱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看法 当然第四季的话 我们目前为止的话 今天有布局一档股票了 今天有布局一档股票 我认为目前为止的盘是 个股表现 你也不用太悲观 也不用太乐观 个股表现 抓住机会去做就对了 好不好 未来想赚钱的 记得你要让严老师找得到 找得到你 对不对 今天成交量只有1479亿 你可能没有进场 对不对 你未来想操作的 你要记得 老师今天有跟你照 是要赚钱的10月份 是要赚钱的 第四季想要赚钱的 记得 要让严老师找得到你 那怎么样找得到严老师 对不对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运通财经台 目前为止有三个节目 你从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 晚上重播的时间 两点半到三点 早上凌晨 早上七点到七点半的节目 锁定任何一个频道 你都找得到我 就是这么简单 那现在你不会去感受到老师 这个大盘好像要上了 老师大盘要下了 没有啦 严老师这个在运通财经台 我们解盘解真实的盘 今天亮说整理 你说这个大盘出现趋势吗 没有啦 做多的在跟你做生意 跟你做生意 做空的一天到晚在恐吓你 严老师没有 我先讲 来这个地方目前为止走区间 区间走完了之后 趋势就开始成型了 就是这么简单 不用想得太复杂了 我相信这个滷肉饭 大家都有吃过对不对 有人会觉得说 老师这个滷肉饭 其实做起来很简单 就是一碗白粉 就是一碗白粉 那滷肉要搓搓的 你也搓搓搓搓搓搓搓 米酒加一点 对不对 反正把它煮熟就好了 入味就好了 我跟你讲 这个做卤肉饭 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只有饭跟肉肉 如果这个地方配合不好的话 我跟你讲吃不下去 台股也是一样 你现在在看这个台股 好像老师都没有亮 老师这台面上面都没有标股 那你我认为是不及格的 也就是说行情往往出现在什么地方 大家想象不到的 就像之前 之前有人跟你讲 Mossby会涨吗 不会啊 副顶先涨嘛 两天就是两根涨停板嘛 你好好掌握一下嘛 对不对 我也没说你可以先卖一趟 你买的人可以先卖一趟 你做驾沙也可以 你做波段也可以嘛 就是赚得到钱 就那么简单 就是那么简单 那今天的话 你看这个腹顶又上来了 未来只要创新高对不对 又有人开始讲了 就是这样子 我认为这个习惯很不好啦 稍微要改一下 你真的要进场的时候 你是有把握在进场 你知道什么消息你在进场 害怕的人就做价差嘛 有买有卖嘛 厉害的可能怎么样 逢高获利了结嘛 等待下次拉回的买点嘛 我这边都写的都很清楚 但有些股票对不对 他在创新高以后他拉回 这个地方反而是买点 比如说举个例子给你看好了 这叫金硕对不对 金硕说今天又在涨了嘛 这样不然讲多久啦 啊 老师他从三月份开始涨 三月份 我今天只要做这支就好了 做这支就好了 你对他了不了解 这是你后面看到的嘛 跌到81块钱的时候 有人会看好吗 不会啊 不会有人看好 就像老师送给你的资料也是一样 这上红啦 我相信在演讲会每个人都有拿到 老师你来送这支啦 乖乖乖啊 什么乡乡队队 啊 啊 双人枕头是吧 红韵当头 啊 双红 有没有长上去 我问你嘛 啊 长上去又说老师啦 啊 有没有比双红要更飙的 啊 老师这个要骑红 双红 之后再骑红 操作是有节奏的 有节奏的 你不要认为说这个十月份啊 这连续四天亮说啊 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大航情 之前的一个叫前兆 前兆不是凶兆啊 前兆 对不对 东风吹战鼓雷 这句话你要听清楚啊 我干脆帮你画一下好了好不好 不要到时候啊 你这个东风吹进来了 你说老师没有东风 我这边东风吹先把你画起来 好不好 东风随时会吹啊 就像今年都没有台风对不对 好像最近又有个台风嘛 台风跟东风一样吗 一样吗 绝对是一样了 你看今天是亮说对不对 还不到1500亿啊 为什么这个大盘能够涨 我在上个礼拜我就告诉你了 根本没有卖鸭 根本没有卖鸭 有卖鸭的话我跟你讲啊 随便一卖 这个大盘马上就出现什么 停损量 但是最近啊 融资 我希望说大家不要用融资去操作 大家怎么样 应该用现股来操作 除非说你是做当充交易 不然的话 你如果参加严老师的会员 我绝对会告诉你 你不要用融资操作 你用融资操作 你不要来参加我的会员 我也不会收 为什么 因为融资操作本身啊 它风险性就很大 你用现股来操作你都不会赢 你说老师我现在要用融资来操作 可以吗 绝对不行啦 那当然今天套牢股票的人 我相信也不多啦 也不多啦 因为这四天假期里面 很少人打电话来嘛 老师我股票没有踏牢 老师啊 我跟你讲 我现金不会很大 都没关系 我们下一支标股 来开放给大家好不好 你要买低档的 真正底不起涨的 有价差的 有波段的 这一档叫神秘标股 今天我一样开放给你 好不好 今天你扫描我的QR Code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锁定一档单股的 发动点的 我们就会通知啦 但是你扫描QR Code记得 姓名跟电话一定要留 好不好 我们发动点嘛 我们就会通知 就像之前啊 对不对 这个行情大好的时候 每个月都有代表作啦 我相信我们一个月 里面通知的股票 绝对绝对非常非常多 每一档每一档 最少这三成起掉 每一档每一档 都有机会赚得到钱 这个都是什么 你扫描我们的QR Code就可以了 对不对 老师他9月份 为什么会没有代表作 没有什么代表作啦 操作的不是很好啦 你要扫描我们QR Code的 你就知道好不好 我9月份的代表作是什么 我在这上面还没有写对不对 但是我在line里面一定有告诉你啦 没有关系啦 好做的好我们就跟大家讲好嘛 做不好我们诚实一点也没关系啦 但是没有那个大赔钱我先讲喔 老师的股票是有买有卖的喔 对不对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啦 严老师这个人不善于说谎 不善于怎么样去虚伪造假 这个就是我做人的风格啦 那未来要注意什么 有人在问说老师你觉得这档股票怎么样 我说你看嘛毛利率20% 盈利率11% 股东报酬率会大于盈利率喔 很奇怪喔 很奇怪喔 那为什么外资跟投信在买 你看得懂记录分析里面日周月线黄金交渣 你看得懂的好不好 今年上半年赚钱年成长4.1倍 那下半年呢 老师这下半年很多股票 都有所谓的转单效益 这一档股票有没有转单效益啊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啦 你隐隐隐瞎看 你不要说老师啊 这个股票低档区我没买 未来它创新高你没有告诉我 我现在就跟你讲啊 你要注意啊 这个叫苹果供应链啊 消费性的一个电子啊 伺服器啊 车用啊 这种大倍的你知道吗 这种大倍 这个要注意啊 这档股票啊 那之前涨的时候平平的嘛 对不对 从那边上来平平的 欸 这边开始就涨了 这个一定有节奏的 当然啦 这个手中可能有人有什么昇华哥喔 你有昇华哥的你不要找错人 我先讲喔 有人叫你去找他 你千万不要去啊 严老师有没有淡衣买在高档区 没有 如果说我没有淡衣买在高档区 我现在叫你来找我的话 那我讲的话应该有公信力 我讲的话应该有公信力好不好 这个未来请注意到 选股可以战胜一切 你的操作一定要看得到未来 大白现在是属于一个区间 你要冷静地思考一下 区间先做价差 累积获利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次大波段的一个操作 我们再把资金集中 在一档两档股票里面 现在没有成交量我跟你讲 你去操作没有用 绝对绝对没有用 记得老师现在跟你讲的 东风快吹了 旋骨会战胜一切 操作要看得到未来 之前不是送给你叫深风吗 有人拿到这张股票很好笑 还把这份资料传给我 传给我 老师这个真的会涨吗 老师你写的基本面都很好看 都很好看 毛利利37% 夭壽 这么多 因为利利27% 就说这基本面好的股票 不见得会涨 那我是不是写得很清楚 K线里面有上升轨道 K线里面有上升轨道 应该就从底部拉回去做 你可以做一个波段 外资投信有没有在买 涨上去了 老师你没跟我讲 我怎么没跟你讲 就有人在问老师 明天要注意哪一支 明天要注意这支 来 看清楚 你要操作苹果先看这一支 不要乱看 8086的红杰科 你真的真的不要乱看 真的 来 今天有没有涨 小涨 你不要说老师这个涨很多了 你还叫我看什么东西 今天最高104块 好 这边只有大概80块钱不到 你从80块钱不到 你做到现在为止 我问你 你应该不会赔钱吧 应该不会 对 你要卖随时可以卖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说你是从这边开始做的 低买高卖 你拉回找买一点的话 那这个就精彩了 现在进入到第4G 请注意 来 苹果供应链里面 高通第二代的5G 它是做所谓的功率放大器的 4G可以做 5G可以做 未来会不会有6G 你慢慢看好不好 现在你看到4G跟5G兼用的 8月份的营收非常的不错 有订单回流的一个效益 股东报酬率也非常的不错 这档股票 价差1加1是什么意思 价差可以来回做来回做来回做 波段的买点有机会你去做出个切入 就那么简单 红杰科来看一下 这是9月11号的 这是9月14号的 3天10% 3天10%不多啦 对不对 不多啦 加起来就多啦 17% 股票操作要看未来 看未来 不是看现在 那金星科之前操作过了 今天金星科又开始涨了 对不对 老师你会不会买回来 老师这个你会不会买回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不好 因为有些操作的东西 我大概会给我的会员好不好 我没有办法在节目面讲太多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话 希望大家做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的QR Code 非常的受大家欢迎 什么QR Code不用钱 你不用担心 那未来要操作的股票 大概都会在里面 那我们会锁定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现在在低档区的 正准备要发动的 真正真正底部起涨的股票 我们今天我们开放我们的QR Code 我们今天会开放我们的专线 我们让大家怎么样 用行动来击败这个恐惧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怕嘛 老师他都没有成交量 都在怕嘛 为了让你不要怕 我今天全线开放一档股票 一支就好了 会去的一支就好了啦 你们要买低档的对不对 要买底部起涨的嘛 要买未来可能会大涨的对不对 我一次满足大家 但是今天这份资料先拿到喔 拉回可以布局 今天小跌0.2毛对不对 跌2毛喔 准备囉 这档股票准备要发动了 11月份的三冠王这档股票 你先把资料先拿到 如果说你认同的话 未来大涨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 让你买再起涨点 这是一份重要资料啦 还没有来拿的来尽量打电话 扫描QRGO都拿得到 直接LINE里面点击都拿得到啦 那我们锁定了一档股票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买低档区的买底部起涨的 那应该明天会进场 你希望跟着我们同步进场的 希望共襄胜举的来验证的喔 我今天征求50位前面50位你要验证的 今天只要扫描我们的QRGO 前面这50位低档区 底部真的起涨的 未来有加差加破断的 锁定单股的话 今天我们全线开放 今天扫描QRGO的前面50位好不好 我们会帮你完成登记 完成登记之后 我会请我的助理直接通知你 你就是那50个名额以内 前面50位的加LINE的 先登记发动点 一定会通知你 今天赶快用手机扫描 前面50位 未来的标股就在里面 留下姓名联络的一个方式 打电话进广告 好 轮远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股 轮远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轮远投股研分析师 历经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远投股制服专线 02-2321-9933-2321-9933 轮远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远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十月份的行情 它应该是比较温吞 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走水的区间 但是这个行情未来会越来越热 你相信严老师讲的话 你就把它抄起来 我相信未来慢慢的都会验证 来 明天请注意这个 这个在苹果概念股的红结科 稍微把它注意一下 好不好 有拉回的买点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股票操作记得要看未来 其实金星科我们之前操作过了 买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人工 AI智慧 现在有个叫做什么 边缘运算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未来的一个商机 我把之前操作过 我也拿给大家看 对不对 买了之后涨停板 当然第二根涨停板 你可以先卖一趟 但是不必要去做这个追价的动作 因为你要去买的话 只要找到买点都买得到 记得有买要有卖 对不对 涨停板9月23是叫你续报 对不对 24号 老师你卖了没 我卖跳了 老不老实 老实 就摆明了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这天我就卖了 市价卖出 获利了结回收资金 但是你现在不要问我好不好 老师你进场了没有 我说过我这一次赚钱以后 我进场我就不会再告诉你了 因为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看节目来操作 老师你买回来没有 我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你要知道的话 没关系你可以打通电话进来 好不好 你可以打通电话进来 要买股票 其实要买那种未来会大涨的 未来会大涨是不是这档股票 八月份营收年增 日周月线黄金交叉 但是没有叫你去做出个追价 今天有小拉回 今天有小拉回你要注意 我要你看的是日周月 代表怎么样 第四季这档股票 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股票操作不是说 你看它今天没有涨 你就认为它不强 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 我比你早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什么 你先把重要资料带回家就对了 就那么简单 老师你明天要买什么 我明天要买底部 骑长的 我明天要买底部会喷的 你要不要跟上我脚步 我先征求前面50名好不好 前面50名的今天扫描我们QR Code 完成登记 一定要注明 完成登记才有 发动点的话 我们助理会立即的通知 让大家来验证 什么叫做短线的价差操作 什么叫做短线价差加波段 今天怎么样 全线开放 赖也开放 买第一档 真的底部开始起涨的 你便撒起 撒起你吃不到 今天的话前面50名 非常重要 这个里面有一档股票 叫单股锁单的 你只要加LINE 完成登记 发动点 这档神秘的标股 我们助理会立即通知 现在即刻用手机扫描我们的QR Code 前面50名的完成登记的优先通知 我们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罗元投股 研分析师 历经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罗元投股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为您插播一则外电消息 极端的气候 全球暖化造成西伯利亚小镇 维科阳斯克 近日测得摄氏38度历史高温 美国国家海洋 级大气总署报告当中指出 整个北极的海滨覆盖率持续下降 种种数据全都显示 地球的气候变迁 正在持续的二 新制租任契约自109年9月1日上路了 房东在租任期间不得调涨租金 收取电费要约明下月即非下月 且都不能超过台电锁定最高级距之金额 房客因疾病要长期疗养 或房东要收回重新建筑 都可提前终止租约 住宅修缮期间可扣除租金